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辦公室宣布 烏克蘭已經完成加入歐盟的入會問卷 可以說是烏克蘭加入歐盟的第一步 而這份問卷是歐盟支援會主席 馮德萊恩 八號造訪烏克蘭的時候 親自交給澤倫斯基 澤倫斯基辦公室的副幕僚長表示 烏克蘭渴望在六月下旬 歐洲理事會的會議上取得候選國地位 如果順利可以進入入會的談判 討論烏克蘭正式成為歐盟成員 中國的相關問題